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河 种花养花 欢迎订阅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下绣球 看我的这堆绣球 已经彻底冬眠了 那么之前有很多花友 可能老花友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我春天的绣球 春末下出那批花确实漂亮 然后当时的那个绣球视频也比较火爆 吸引了很多新观众 就是新花友开始种绣球 很多我已经源源不断的收到一些花友说 我的绣球怎么啦怎么黄啦 绣球本身冬天就是要落叶的 那么在我们南家呢是这样 我以前就说 我说冬天的哪怕是中期 有些花还会开 是吧 就好比这一朵 这朵是新开的 但是不影响它黄叶 它叶子该黄的还是会黄的 那个特写拉近能拍到吗 但是这个都是零零星星的在开啊 行不成气候 包括转过来我们摄像 那么包括这个 很多人那个比如说靠近房子 然后那个暖活或者是根据你地区的不同啊 或者品种的不同 有些是落到这个程度 休眠到这个程度 但不代表它不下去了 接下去还会黄叶 还会落的 这个花都是刚刚那个冬天开的 准确的说是实际上是秋花 但实际上我们南家已经是冬天 呃不是就大部分 北半球都已经是冬天的时候 我们南家这个就属于秋花还在开 这个都属于新开的 那这些都是那个老花 这些都已经枯掉了啊 现在看到了老可家这样的状态 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那个是新康 刚刚这两天开的那个 但是不代表它不休眠 它还是会休眠的啊 然后说重点 现在这一颗就是被深阿拉风吹了以后 枯叶全部吹掉了 吹的干干净净的 啊 夏天那么美啊 但是不影响啊 明年还是照样开的 看现在非常清晰 我就是要来说一下这个 看这朵花下面两个雅点 是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剪 这么剪一刀就行了 剪的这样啊 也不要剪的太下面 剪的太下面这根杆子 它剪的伤口 还会往下感染一些 如果剪的太下面 把这两个雅点感染了 然后就坏死了 那明年的花 就就就完了啊 那还有一种 就今年的花 就是新一年的 花 准确的说啊 因为农历还没过年啊 那种就剪一刀就行了 这种实在太枯黄了 剪剪掉 就这个时候来剪 是最灵清最看得出来的 新的雅点最看得出来的 啊 我们绣球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你还得家里如果有圆钉的 一定要跟家里的圆钉有 有很好的一个沟通 要不然它真的把你就剪了 圆钉最喜欢的剪的方式 它就是呃 比如说剪着啊 中间这个高度 啥 骑刷刷的给你剪平了 那还好 还能开几多 它如果剪的狠一点 从这个下面给你骑刷刷剪平了 那你新一年的花肯定是开不了的 基本就开不了了 啊 那么绣球这个东西开花 很多博主都会说什么薪之开花 老之开花 那么我再重申一点 我们家庭种植者不是育苗的人 分不清那么多品种的 也别说什么品种新枝开花 什么品种老之开花 其实绣球就是顶端开花 那么它顶端开花什么程度开呢 就是每个品种它的成熟期不同 有些品种成熟的快 有些品种成熟的慢 所以也就给了你一些那种感觉啊 有些是新枝开花 有些是老之开花啊 是吧 那么其实它都是顶端这个芽点在开花 就是 你把它保留住 它就有花 你如果不保留 比如说就是这里咔嚓剪一刀 是吧 那它下面这两个芽点 呃 你看下面还有两个强壮的芽点 如果这里剪一刀 下面这两个芽点 你的春末下出那波花就够呛了 但是你肥料要给的足给的好啊 那个绣球给肥料的道理 我给个标签上面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很早很早以前说的那期视频啊 那给的好 呃 到了夏末 秋天还可能还会开的 那给不好就不开了啊 然后绣球花呢拿去做堆肥很好 因为绣球就是不太会感染什么病 不太有什么疾病吧 就是病虫害很少 然后我和三角梅一样 就是做堆肥我喜欢就是三角梅绣球的花呢来做 然后用花来做堆肥是非常营养的 然后我不喜欢就那个月季不是花后也要修剪 然后冬天也要修剪 剪下来的花会很多吗 月季花我不会拿来啊 玫瑰月季 病虫害太多了 我不会拿它们来做堆肥的 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 雅典清清爽爽的啊 那这个被风吹掉了 其实它也已经枯死了 这个花花枝它自己已经枯死了 但是它下面的雅典鼓鼓的 明年的花就看它们了 然后我前面说了 有些家庭可能已经被园丁剪掉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 园丁如果给你剪啊 剪的很低 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是吧 你的新的一年不开花 但是你隔一年你的花会非常好 非常多 而且会非常整齐 就是你第二年啊 那前提是不再剪掉啊 如果好的长的 就是它花一年的时间长的差不多了 结果园丁到了冬天又咔嚓剪掉了 那它不开花是被气死的 然后需求还有一点呢 就是遮阳 看我那个花啊 像我这个房子在前面嘛 阳光也在那边嘛 这一块区域的花我就开的时间特别久 保存的特别好 然后这个外围这些花 老是好就已经干枯了 就是太阳晒了 绣球的遮阳 不说南架 整个加州哪怕是北架都一样的 一定要遮的非常严实 要严实实实的去遮 稍微有点那个都不算遮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看我这两棵大松树 够大吧 还有花有跟我降 怎么降呢 他说老和我们家树很遮阳很遮阳的 为什么我的绣球种在树下就是不长 我说不死都好 对吧 这都是我我自己的血泪教训 我的这个松树下面不是没中过绣球 我都中过的 这个松树下面我曾经中过十几颗绣球 结果死了一大半 剩下的我就移出来了 啊 然后移到最房子的那个靠 靠最房子的边缘 最遮阳的地方 然后我们南架有个问题 就是夏天的时候阳光太高了 直接高高的往上滑过来 在最北面最遮阳的地方还是晒到的 所以我不是又增加了一个遮阳网吗 就遮阳的窗帘在那个里面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做遮阳有点不方便 我就随它晒了 但是里面至少那一堆花还是不错的 外面这些花开出来 每两天就晒焦了 是吧 但是整体生长是不影响了 我已经有这么大的修求在了 是吧 但你如果是个小苗 你不生长或者是死掉了 稍微干一两次就死掉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修求我们 德州包括啊 整个加州北加都算啊 真的是不能那样晒的 所以说遮阳遮到什么程度叫遮阳 大家心里一定要有个概念啊 这些都是不是说一个随随便便 一个育种人能告诉你的 这个是实际亲身经验 实际中国的人才能告诉你 然后像这个就是还没开花的 这种算不算花苞 昨天就有人问我 说和我们家的那个花苞要不要剪掉 我说别剪 剪掉了明年没花了 这个就是花苞啊 这个别剪掉啊 这个是明年就是春天最早开花的 就是这样的枝头 比如说怎么样的 给大家找找啊 这个 看这个是剪过一刀 这个花剪掉了 这个 然后这个是新的啊 像怎么样的枝头是肯定明年马上开花的 看这个上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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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端 老的没开 就去年没开 那今年春天肯定是会开的 而且是率先开的 就是这样的枝头 所以这种枝头别咔嚓掉 咔嚓掉就没了 反倒是这样子的枝头 开花 反倒是会晚一点 因为它需要时间去运用 然后说到花苞 还有这种形式的 这种已经明显看到是个花苞了 拍清楚了没有 这种花苞就麻烦了 这种花苞你说它不会开吗 它会开的 春暖花开之时 它会率先开出来的 但是它开的怎么样 它不会开成这么大球了 不会开成这种大球的 它可能会开的这个大小 这个大小 很小一朵 所以这种花苞都留着好了 这种就属于秋天本身是想开的 但是因为寒冷几冻 然后就开不出来了 那么你即便是把它这种花剪掉 即便是把它这种剪掉 它里面的这种门发的雅点也已经很来不及了 所以你不管剪还是不剪 这种里面的花明年是不开了 就新的一年是不开了 很多东西都是通过理论 然后通过实践去怎么样 去提炼出来的东西 大家订阅我吧 我们下期节目见 接下去我还要干活 那么重点已经说完了 我们节目就先做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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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